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好几个骰子合在一起去母函数了 对呀 那你喜欢母函数还是喜欢函数啊 母函数 为什么呀 因为母函数比函数要长得大 哦 真好 说起函数大家肯定特别的熟悉 因为我们学函数学了很多很多年了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式子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多项式 一般我们叫它什么呢 我们叫GX就是一个函数 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什么呢 我们今天学的名字和函数非常相似 叫做母函数 那么大家都会想 什么是母函数呢 我们不如打开教材看一下 我们翻到第二章 定义2.1是这样描述的 它说对于一个序列 C0 C1 C2 我们构造一个函数 GX等于C0加上C1X加C2X平方 一直累加下去 称GX为序列C0 C1 C2的母函数 从这个概念上来看 我们发现母函数是什么呢 不也就是一个多项式吗 我们看到的 它说到的是有一个序列 这个序列作为函数的系数 称这个函数就是序列的母函数 这么一比较 怎么母函数和函数 长得是一模一样呢 那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母函数到底还是不是函数呀 我们又看书上有这样一句话 它说组合数学主要是要计数 用的最多的工具是母函数 函数我们用来干什么的 函数我们用来求极值 我们用来求X字笔量的曲值范围 我们要分析它的收敛性 但是在组合数学中 我们用母函数是用来计数的 那么我们又觉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回头我们又查了一下 百度和维基百科 他们上面都说到 组合数学中的母函数 就是计数的重要工具 尤其它在概率论和计数中 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说到这儿我们更加的糊涂了 到底这个母函数是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不如拿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今天呢 我们用骰子的投掷 给大家讲什么是母函数 我们来研究一下 如果我投掷两例骰子 最后两个骰子加起来总和是六点 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那实际上就相当于第一个骰子和第二个骰子 加起来的核值等于六 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技术方法 无非就是基本的乘法法则和加法法则 它对应的就是分类的思想和分布的思想 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分布来看呢 第一个骰子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第一个骰子它去甩出来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 只有五种可能性 那么一旦第一个骰子确定了 因为两个骰子之和是确定了六 所以呢第二个骰子随之也就确定了 因此第一个骰子有五种方法 第二个骰子只有一种方法 五乘以一等于五 这自然说 哦我原来制出六点 只可能有五种可能性 另外我还可以分类来看呢 比如说它有可能是一加上五 有可能是五加上一 有可能是二加四四加二 有可能两个还都是三 那么每一种方法我们累加起来 发现它就一共是五种 这个问题虽然很简单 用到的也是最最基本的 惩罚法则和加法则 但是我们如果骰子有这么多呢 大家觉得该怎么去计算呢 难道还要挨个挨个去美举吗 其实啊在三百年前 博努力就已经研究了 这么多骰子的问题 他当时问 如果我投掷M的骰子出去 加起来点数总和等于N的 所有可能方式有多少种 我想同学们在这里面 似乎就有点茫然了 该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研究是相对简单的一个例子 只有两个骰子 那么只有两个骰子 如果制出N点的话 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我们就相当于把整数N 拆分成两个自然数之和 这时候由于N的存在 我们再进行美举的话 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只能一个骰子 一个骰子来看 这时候先看第一个骰子 它能出现多少个点呢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 它们之间是或的关系 那么在或的关系里面 我们会发现 或实际上对应的是加法 那应该把什么东西加在一起呢 我们如果把点数直接相加的话 那么它直接就累加了 并不能实现两个骰子的累加过程 我们再逐个分析一个骰子 对于这一个骰子我们可以看到 它如果有两个点的话 也可以看作一个分布的策略 先添一个点再添一个点 这时候就相当于两个点进行相乘 也可以表现成点的平方 当然点的平方我们并不习惯 我们可以用x平方来表示 如果这个两个点是x平方 那么四个点就可以是x四次方 第一个骰子x平方 第二个骰子x四次方 它们之间投掷是分布的过程 因此合并之后就得到了一个x六次方 这时候我们发现实际上 对应于xk次方进行相乘 它就可以表示出来骰子的投掷过程 因此用指数可以对应点数 因此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x加x平方一直加到x六次方 这样一个多项式来代表一个骰子的投掷过程 同样对于第二个骰子也有类似的一个式子 第一个骰子第二个骰子分布的策略 我们就可以用乘法 用两个多项式相乘来代表骰子的投掷 这时候我们要去求x六次方 前面的系数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有多少种出现六点的方式 比如说对于第一个骰子一个点 第二个骰子五个点 实际上我们就得到了x一次方乘以x五次方 对应的这样一个系数 同样两点四点三点三点四点两点五点一点 这样一个每举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做多项式乘法 而它得到的系数就是对应能够得到六点的系数 也就是方案数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多项式乘法 把它转化成一个函数形式 就相当于gx等于x加x平方 一直加x六次方的平方 展开式中 它们的系数就代表了xn次方的系数 就是两个骰子制出n点的可能方法数 从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 实际上系数起了关键的作用 它可以在函数的运算中对应技术的序列 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 每一粒骰子都可以用一个多项式来表示 那么对于伯努利问题中m粒骰子呢 我们自然可以拿多项式累成就可以得到 因此对于投掷m粒骰子的时候 它可以用gx等于x加x平方加x三次方 一直加到x六次方的m次方来表示 那么伯努利想要知道 加起来点数总和等于n有多少种方式 那就意味着我们想求这个gx里面 xn次方前面的系数 走到这里我们会发现 确实这是一个函数 这是一个多项式 但是呢 我们并不关心这个多项式的值 我们现在关心的 却是它的系数了 所以可以看到 母函数确实是一位母亲 但是谁是孩子呢 技术的序列 作为函数的系数 就是它的孩子 所以母函数的定义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应该关注 每一个技术的序列 而每一个技术序列 对应的是x的k次方 这时候我们把它累加起来 就构成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和传统的函数 意义不同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它的系数 因此这就是母函数的定义 那母函数的定义是谁提出的呢 实际上是拉普拉斯 在他研究概率的时候 研究了母函数的方法 和有关的定义 回头我们看 实际上母函数是为了干什么呢 它和函数有什么区别 首先母函数它是用来计数的 传统的函数我们要考虑 x的取值范围 而在这里x取值是什么 我们并不关心 同时原来的函数中 我们要考虑它是否收敛呀 它是否有极值 在这里面 x似乎就是一个占位置的地方 我们根本不在乎它取什么 也不在乎gx最终能够达到多少数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形式上 仍然是一个函数的样子 但是母函数 似函数 非函数